欢迎回来 缅甸军人自2月1号发动政变夺权后 对和平示威活动采取的血腥镇压 造成至少70人死亡 对此联合国缅甸人权调查报告 以谋杀来形容军政府的暴力行径 其中包括了虐待和迫害等多项反人类罪 而被杀害的人士年纪大多都在25岁以下 还有2000多人遭非法拘留 暴力现象还在持续恶化 联合国缅甸人权重况特别报告员安德鲁斯 星期四透过网络 向设在瑞士总部的人权理事会报告 缅甸正在被一个杀人和非法的政权控制着 军方对抗争者施加残酷的镇压 暴力行为正在升级 被谋杀的人当中超过半数是25岁以下的年轻人 除了剝奪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 越来越多的报告显示 军政府指示安全部队 对平民进行大规模的压制行动 包括实施谋杀 监禁 迫害等等 极可能已经达到了 危害人类罪的法律界限 报告显示 军方拥有的缅甸石油天然气公司 近年的盈利将达到10亿美元 因此安德鲁斯呼吁国际社会 对军方的游戏企业实行多边制裁 并且实行国际武器禁运 同时也展开追究行动 尽最大的能力为平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